嗨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知名法医高大成 过去参与过许多重大案件 靠着专业知识替死者申冤 堪称台湾法医第一把交椅 但职业这么多年 他坦言也遇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 台中地检署检察官 下午联合法医经过验尸之后 却发现死者疑似遭到性侵害 又被凶手敲击头部 确认有死 死又怕被材料放到烤 所以这些台湾都有食材 如果看这些条件 我们都会对熟人方向来追查 计程车司机身中十九刀 刀刀剑骨 尚无法医进行解剖 致命伤在心脏 主要有七刀是致命伤 比较轻的 所以我们是在想说 另外那十二刀 是另外一个 赌在赌在赌在 震惊社会的离奇案件 总能看到法医高大成的身影 他就像古代的武作 常常在命案中扮演关键角色 找出线索 人命关天白亦的报告 一字一句都会影响检警办案的方向 高大成说 细微的线索都可能变成关键的证据 他回想起三十年前刚当法医时的这起名案 这处产业道路平时人烟稀少 下午两点左右 路人在杂草丛生的排水沟当中 发现了一句无名女尸 这个女尸没有穿鞋子 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 没有其他的遗留物 像女人的皮包等等 法医已经初步勘验过了 明天要解剖 那我们首先我们还是要查明 这个女子的身份 阿姬因为她就躲在脱下 嘴巴都是血 警察说该是她敢不吐气 所以说她会不会自己咬舌自尽 死者是台中一间游乐场的会计小姐 每天从南投骑车到台中上班 只为了赚钱供弟弟读大学 但为何会沉失产业道路呢 高大成决定采集死者嘴巴 跟地上的血迹 好好验一下 厌了不是啦 这死者是A型的 这个口腔的血是黑 那警察说 人家怎么这么奇怪 请问A落在逃避黑 我说没啦 那就是没跟人 不仅血迹不吻合 高大成解剖还发现 死者脖子上呢 有明显的热痕 假装软骨还压迫性骨折 明显是他杀 我一想 这人一回怎么玩笑 有时候咬到整个都流的流这么多 这个问题困扰高大成好久 也实在想不透 但有一天在家吃晚餐 他问了太太高茂美这个问题 是怎么做女孩子 去咬男朋友 他在柳子里 把我流的流感到严重 这都是血嘛 我怎么会叫我流的所长 那是一手舌头啊 我说不是喔 他也是护理的嘛 会不会是那个地方呢 诶 有道理喔 太太的一句话 让高大成毛色顿开 隔天他立刻请人调查 南投地区各家医院的急诊记录 检察网友发布通知 你就说在那一天的晚上四点左右 那附近的急诊室 有没有人去红河阴君跟红河舌头 结果没人红河阴君了 有七个人红河舌头 三个小孩因为跌倒 有四个大人嘛 结果里面四个有一个恶心 我就知道这个就红河阴君 结果嫌犯一看到检警上门 问没几下子就糟了 一红河阴君可能把他起争执嘛 这人要滚前队 他就长得很诱人 过他的家 就出来要性侵他 没有想到他咬他舌头 夹着一气要让他吹死 凶手就带成员得雪 高大臣终于能安稳地睡上一觉 我不是说一枚那些人出事 四庭急诊室都有七个人 咬他 我还知道我还陷 那枚不得到够那些人 有时候这个也是很奇怪 我是说有时候你细心 可以破一个案子 高大臣见为之助 他说法医的本质呢 就是替亡者发生 他生气死后是有灵魂的存在 也曾遇过不可逼的虚 经过初步调查跟两条断腿 是一名年约40岁的男性所有 身高大约在177到180公分之间 而且伤口的切口非常不平整 疑似使用菜刀直解尸体 研判有可能是一起分尸案 2004年3月台中警方获报 在坛子区一处灌溉锅区里 发现了两条无名腿 但在前一天呢 高大臣就做了这个梦 他拿一个指头来啦 说要叫他这个啦 大夫者 好像大肌大肌了嘛 我想说 我想说奇怪你手得好 你手在接什么 他又说没他咬啊 没想到天一亮 他就接到法院的通知 要解剖这对无名腿 这个独这个骨头不平整 这个这样弃甲 所以表示用动的 你不是用骨的 诡异的巧合 让他觉得是冥冥中的安排 还有一桩在80年代 一名台中的富家千金呢 疑似因为感情问题亲身 他前往香殿 一眼就看出怪怪的 诶 诶 这个椅子不对吧 来 把他挂手套来挂开 哎哟 他既然跟他的脚没有交叉 我就跟他爸说 哎哟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这千金 可能有问题 这个死可能很不单纯 直觉其中一定有鬼 他向家属提出解剖的要求 却得到这样的回应 他妈就说 你妈这样啦 我们家庭死了 你再打一遍你妈这样 我就跟他爸说 你妈好像你妈这样 你不要坚持 你回去问我们千金 他如果要 该破 他就上班 但在当天深夜 他被突如其来的景象 也吓坏了 说他这小把电池有 很厚的 我背里面看着我们 要怎么骑个女孩 又是当他门了 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些人 因为我太多短头了嘛 我们最想 诶 我要他门而已 他就给我开门了 我说 诶 奇怪 你哪有我的摄氏 我明明抓着手 我一看 我摄氏没去 我也怕到你知道吗 证明神秘的女子 到底是谁 我说我来要叫 我说 不可以叫下来 你问在那 我帮他他没去 我说 我明明我一人 站在那里 都跟他开门 摄氏也会拆在门 我说我不会看错吧 他跪很久 我在那里看 我看他 要两分钟 算了啦 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还是过于疲惫 产生的幻觉 高大臣说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没想到 隔天一上班 他被助理告知 家属同意解剖了 警察也来了 把那个照片 昨天有人上吊 那个女孩子的照片 都放在桌上 我就跳起来 那跳起来 噢 面跟脏都同样 那个行 高大臣吓一跳 干净打电话 给检察官 我检察官 我看他赶快接剖好了 他好像要来找我了 我就快走 就跟他开门 门在里面 有安眠药 你又掉痕 又凌晰的又不是上吊 他就明前他杀 原来是死者男友 一情别恋 担心向死者 提出分手之后 会被女友追讨 三百万的债款 竟然狠心杀人 还顾不已震 既然房东来了 开门 一开起来 我们都没看 只能看着 那女孩子站在他前面 一既然都跪下去 突然闭着 我们大家在那笑 你在干嘛 你跪什么 他不敢说 没有啦 这听起来很吓人 但高大臣说 替死者伸张正义 是他当法医最有意义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 这工作的风险不小 他跟说起这个难忘的结果经验 那时一名越南台商被人开枪打死 碎颗子弹卡在身体里 6点你要开而已 看谁不可以 我叫他小姐他说 不是啦 我们先生的AIDS 你我看 客户看也这样 他也好心啦 我说他会被感染的 我就想说啊 这是感染的 但因为破案破在眉睫 他拗不过检察官的恳求 硬着头皮 戴了三层手套就上场 一看哎呦 刚才住在这个胸椎的骨头里面 我夹住了 刚才夹在骨头里面 我说 这照理是照 这不需要把这个骨头都记住 把它拿出来 只是当时很爱困的他 只想赶快处理完 回家休息 手就穿了去 哦 他拗了骨头皮去就刺一刺 戴到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还想 我戴到这时候 啊是啊 都把这个我刮三顶 大家没关系 抽起来 老婆你知道吗 那个心情 看着整个胸都凉了你知道吗 这时候弄不住 我快点 抽起来拔起来 它洗一洗 吓得他浑身血液冻结 也怕有个万一传染给老婆 从那之后 他展开长达十年的 艾滋病血液筛检 直到确定胃验出为止 那个不是贴心 那个才危险 对啊 这老贴心 生动的表情 丰富的肢体动作 听高大臣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就像顺利其境 虽然不怕死者早上门 不过他还是会在他的法医公事包里 放了平安符 我验射的时候 我这里面我自己也是一样啊 总是你要避邪一下啊 你放这个有一个重点 他比较不会跑出来给你看 他呜 等于他会让你看到 其实我没在外面上门了 你晚上如果有人把你队 你也走到你 你一面走一遍 怎么会有人 其中这张御守是太太特地回娘家 到京都的八板神社求来的 高大臣说他相信科学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把则 而林一之说或许是告诫人们诸恶莫作 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 以上只有这回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你喜欢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因为你一个留言都能帮助这个影片被推荐 如果想看更多阿比的人物故事呢 欢迎你到台湾大搜索 找到阿比妹妹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